我说我去开了个会 我们接到聚会就我一个这个名额让我去了 叫新经济企业座谈会 说到底就是数字化 人工智能 这个事还真是新鲜啊 我这平时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家长里短 那事关心的比较多 谈到新经济谈到人工智能还真是开眼前 我坐那听使劲听不太听的明白 但是愿意听我好奇改良啊 如果一个老头你到这岁的时候 你对国外的新事物 对社会上新变化感兴趣 至少一个功能就是预防老年痴呆 我那听着觉得很新鲜 你知道吧 我旁边坐的就是阿里云的技术官 各北京市的新经济方面的代表企业 一家一家家 现在年轻人可是不得了了 人工智能发展下去 您知道什么可能啊 最大的可能就是现在好多伙 人家人工智能全干了 干的比你漂亮 白天晚上人家不睡觉 你退休了这么多年了你不用出去工作了 但是很多年轻人本来就业就难的 人工智能大规模的发展之后 生产效率更高 那这个人怎么办 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啊 在中国新经济企业座谈会上 我听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原来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的一段讲话 我觉得这他讲得很好 他说现在年轻人事业率高啊 这些问题影响因素很多方方面面 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产业 现在还是低端的占比比较大 这前十年我们国家对经济贡献率的行业有一个喷信 那哪些行业对国家经济贡献率最高啊 这个金融业房地产业还有与房地产业有关的行业 合计对经济的贡献率是27.3% 制造业的对经济的贡献率十年平均是19.3% 那么我们制造业数量这么多 对经济的贡献19.3%说明什么呀 方部长说多数还是低位的 这说明啊我们的产业怎么样来迎接创新转型升级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新经济新经济我们经济高阵上发展 可能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 在跨过中等陷阱的时候经历了这个过程 并会难免很多国家包括巴西 当时都超过一万美元了 但是由于产业升级没过去 又回到了低速度的这么一个行业 所以现在呢 在中国今天的形势之下 这个产业升级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数字化了智能化了人工智能了大规模的发展了 如果你不跟上的话 产业你得受重大影响 你比方说智能手机出现 法院经副部长举了个例子 说智能手机出现录音机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 包括指南针 这行业都受到影响了 这个行业低端不低端 你不能说低端吧 但是智能手机出现 这个行业总的往下走 原来诺基亚在全世界连续14年世界第一 它的市场占有率在世界上曾经一度达到了40% 诺基亚的40%的占有率 现在想起来很可怕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手机厂能够达到市场占有率40% 但是智能手机出现了之后 它就不行了 像这种情况不但产业之间有这个问题 企业之间也有啊 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有这个问题 七八十年代 你将模拟电子 模拟电子风云占领了世界上的许多市场 包括美国 而且呢 这些风宫观光的人也买了美国很多资产 但是美国的数字电子发展的很快 数字电子的成功 模拟电子的成功率 那你要跟数字电子比 那么高出五倍到七倍乃至更高 这一下子日本的产业就不行了 不行了 资产价格下跌了 但是美国人这时候用低价 把日本高价从美国买去的那些资产又买回来了 结果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我参加这个新经济企业的座谈会 有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那就是在会上很多企业的代表相当认真 你说我这辈子 我打年轻的时候 我20岁刚出头 我就在国院机关里当差 我这辈子开了多少会 退休了之后是会开的少了 所以我现在去开会 我觉得还挺新鲜 以前以我的经验 很多会都是做个形式 做个样子 大家在底下该干嘛干嘛 现在我才发现新经济企业做的会 大家相当认真 那竖起耳朵听 因为要搜集信息 越来越重视这个会了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会上 要寻找行业发展的创新的趋势 所以在会上 我就听到了各种各样新鲜的议论和观点 比方说在会上强调创新 有战略思维 超前意识 战略 开会当然空对空 在那谈呀 但是谈的什么 谈的战略 战略是啥 战略是对未来的选择 战略不是对现实的选择 而且战略 特别反映认知水平 你这个人认识水平多高 认知能力有多强 你战略才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认知水平和知识不一样 这个东西 它对你来说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比知识重要的多 比如清华大学有个教授叫林峰 我没听清楚 是不是叫树林的林山峰的峰 林峰他讲的就蛮有意思 他说人呢 人有五性 兽性 人性 天性 灵性 还有神性 他认为灵性之上是指高端智慧 你每个人都有这五性啊 结构不同 人提高了五性 就是提高了智慧的过程 那怎么来提高这五性呢 他又提出五境 第一个境是干净的境 就是这个人心里怎么想的 第二个是平静的境 就是你的这种情绪状态 第三个是恭敬的境 对你任何人 哪怕批评你的人的观点 你也要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第四个是环境的境 就是要营造一种提升智慧的环境 第五是镜子的镜 以人为镜可以正义观啊 实际上 这得提高你的认知水平 提高自我 方越青副部长讲到这个事的时候 随手记下来 这五境还挺有意思的 高端智慧当中 时间维度很重要 未来就再过若干年 会怎么样 谁看得准啊 谁看得准 谁才能够在竞争当中 找准方向 保持定力 直到取得成功 真了不得 会上大家都能说乔布斯 乔布斯 什么马斯科啊 这些人就厉害 因为他看的不是一年两年 他看了比较长的时间 比方还有美国那个巨头 叫亚马逊的总裁 叫杰弗贝索斯 他这个非常明确的说 他认为一个人的情商啊 对他影响非常大 智商对他成功影响很大 但是更重要的是情商 是你这种专注的能力 你对时间维度加进来之后 你的判断力 以色列有个作家 最近不是这个架杀的悲剧 人道主义灾难 这个作家也出来讲了一番 我觉得他还是有些悲悯的情怀的 他写了未来解释 其实你很年轻 大概是70年代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比我年轻的多 他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叫赫拉利 他三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现在从时间维度上来说 对企业创新 最重要的是科技迭代的趋势 你能不能发现 现在科技发展变化这么快 未来趋势是什么样 这个人类历史的以色列这个作家 都谈到这个问题 他是往后看的 但是他也有前眼往前看 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最早提出来的是谁啊 图灵 图灵这个概念 我还最早从新华大学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 赵南源教授 他在我书房里跟我谈图灵 图灵二战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叫做机器会思考吗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去哪去了 机器会什么思考啊 二战的时候人们得机器的理解 不过如此 但是你看看 从二战的现在过了80年 这个人工智能的革命的思想 那个时候冒着头 现在呢机器会思考 TedGPT 国内各种各样的大语言模型 大数据模型 那不但能思考 而且比你思考的快得多了 现在呢有可能 他整个超过人类的这种思考能力 简而言之 参加新经济企业的座谈会 我大受启发 我跟各位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叫刘晓明啊 刘晓明这个会是他开的 他原来在政府工作 做秘书长 做协调工作 后来呢 对新经济问题有独到的研究 他问我 他说是妈妈你没兴趣 哎呦 我说他有兴趣了 这位就是刘晓明 我说下次有事你还叫着我 我来听听 我就是想长长眼呗 听听新事物呗 我听到什么新鲜的事 我就跟您说 您感兴趣就告诉我 您不感兴趣 您也告诉我 我是中国国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